错,楚风进入轮回洞,眼前一片模糊,这里无比的昏暗,寂静无声。终于来到这里,这里已经算是轮回的终极地,是路的尽头。 楚风深吸了一口气,胸膛起伏,内心非常不平静,就此将去轮回,他想到许多可能,但依旧不知道这条路的本质怎么转生。 不过,他也是激动的,略有亢奋,不久前,那个纠缠在他身上的蹊跷流血的另一个自己被磨灭,他变得无比清零,内心一片空明,像是被蒙蔽的心灵,正断枷锁,就此恢复真如。 进入阳间,不至于被人跨两个境界横击了吧? 在残破宇宙时,遇上阳间洪荒大地上排位第八的神奇赤鸣,居然被神之巅峰硬汉,他身为神王中期,内心触动太大了,竟被人以下乏上。 只能说,阳间真正的奇才太可怕。 同时,楚风也觉得,跟他速成有关,成神太快,以及诡异物质纠缠自身也有因果,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这么不堪。 长次以往,他会泯然众人瘾。 而现在他心中充满希望,觉得可以去阳间争霸了,对上真正的人洁又如何? 楚风静心,而后向前走去。 洞中太昏暗,沿着十阶路,地势渐渐变高,他射击而上,这条路积奠着岁月的斑驳印记,仿佛诗音亿万载了,太宁静。 很快,他来到一片开阔地,这是一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鼓洞,一眼堪堪望到尽头。 鼓洞中有一痕迹,都是字符于简单的刻图。 楚风凝视,每当注视一行字符,或者一些简单刻图时,他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些身影,这是当年的轮回者所留。 跟他一样的人,曾手持符纸来到这里往生,曾在此留下痕迹。 同时,也有个别没有符纸的人,极其逆天,也算是机缘巧合,误入此地,但极少,且很浑恶,灵光暗淡,不够清醒。 岁月无情,时间长河滔滔,但此地留下过往旧景,可以再现出模糊的景象。 都是魂光,由天资国色的女子,宛若帝王般,哪怕来到此地,也是银发飞扬,闭靡一切,洞扯天地之奥秘。 楚风倒吸冷气,根本看不透那银发女子的深浅,太强大了,哪怕隔着时光,也给人隐隐压迫诸天之感。 而且,这女子竟看着有点眼熟。 此地太朦胧,楚风上前,想看个仔细。 一股磅礴微压像是自那万古前,从那天穷之上倾泻下来,震慑天上地下,古今未来。 楚风皱眉,周围也有其他魂光流影,但是却绝对没有此女这么恐怖,在轮回的终极之地都能这般破人。 连这种人物都来轮回,她所追求的是什么,是现实生命要走到终点,想重来一次吗? 她觉得,此女可能是大能,最起码现在的她难以揣夺。 很快,她又摇了摇头,这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无论多么惊艳的生物,都早已消失在时间长河中才对。 嗯,终于,楚风发现问题关键所在,早先看着眼熟,现在毗林,几乎要触及了,她才真正看清这个如同帝王的银发女子。 有点像林诺依,怎么可能? 眼角眉梢一样的冷艳,清冷气质如同冰泉,滋容很像,这是魂光的体现,映照出某种生命的轮廓与印记。 楚风皱眉,摇了摇头,进入轮回终极之地所关注的第一人,居然就这么的诡异,像是熟人,还真是古怪。 但是,她不认为这跟林诺依有关系,只是巧合吧。 不然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无尽岁月前,有一个了不得的盖世女性进化者出现,最后来此地轮回,而她在当时又看到,这算什么? 然后,她又看向附近的其他魂光,有的很强,有的则不见得比她高上多少,因为没有那种威慑感。 楚风确信,九成九的人肯定都是骑尸门教祖攻打禁地,帮其取出符址,才能有这种转生的机会。 无庸多想,无论是河门河派,想得到一枚符址,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损失惨重,哪怕是天尊与大能,如果不是在合适的时期,进入禁地中,也可能会死。 楚风在这片地带转悠,看到的残影,昔日留下的痕迹都很强大,全都十分非凡。 比如,她看到一个昆蓬女,婀娜的人形身影,金发胜裂,绝力的滋容,带着一对昆蓬翅,捐刻满了恐怖的符文,那些都是大道碎片,若隐若现。 这种生物,本就是神话中的传说,况且修行到不可想象的境地,现实中若是出现一尊,斩翅一击,那就是天猎。 她逆冲向天,估计宇宙海都要动荡,可惜啊,他们留下的文字都不认识。 楚风遗憾,每个生物临上路前,或多或少都有印记留下,可是都无法识别。 不过,也能够猜想,不是留下生前名,就是书写遗憾,亦或者鸣刻来世寄语。 楚风仔细辨认,想记下所有人的魂光真容, 因为能够来到这里的人都不简单,不管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取的福祉,还是长辈所赐,都了不得。 能够转世,从头再来者,他的第二世不可能默默无闻,绝对会超级强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注定要踏上最强者之路。 也许阳间的大能,以及部分最强天尊,就可能是这些人中的部分。 有些人真的太强了,哪怕隔着时空,不在一个时代, 楚风也感觉压力大到无边,这轮回洞中已经无限削弱, 可那些人留恒还是恐怖的射人,宛若要压他诸天时空, 镇裂古今,欲跨过岁月长河而显化,替你所有时代的轮回者。 在这些人中,有满身是血,乱发狂舞的大魔头, 也有脚踏血海的孤独大能,只身举举而行, 还有纵横洪荒阳间大地无对手的亲手佛魔怪物, 亦有容貌一致的清澄双胞胎姐妹, 自容古来罕见,俯瞰天地,超然在上。 楚风用心在计,不管是相对弱小的,还是绝顶的, 他们转生后的成就都注定非常可怕, 只要不死,能够活下来,都会照耀世间。 记住他们,或许便算是记住了部分阳间的强者。 当然,前提是,他们还活着,没有湮灭在世间, 没有死在光阴长河内。 嗯,既然阳间的水那么深, 且有九成以上的都是长辈赐予福祉来轮回, 那么没有来此地往生的生物,或许更可怕。 楚风思寸,的确如此。 没有来这里轮回的进化者,应该更恐怖, 都走到了那种不需要来世较正的地步, 可怕的何其甚人。 一些自古未衰的老家伙, 一些大能,一直在明山大川中折服, 沉眠,真不知道强决到何种程度。 楚风悠悠出神, 而后哑然,他还没有成功去轮回呢, 现在想那么多作甚,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 我在这里要留下什么呢? 别人都有痕迹,哪怕去转世了, 还能追寻到西年的一点微压与辉煌, 算是当初活过那一生的最后凭障。 这一世有欢笑, 有泪水, 临到最后关头, 我却是什么都不想说, 什么都不想留。 最终, 楚风竟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肺腑之言, 欲语又无声。 很久之后, 楚风才又叹, 道, 只是希望, 有朝一日面对诸天敌, 轮回背后的博弈者, 我能感叹一句, 无敌是多么寂寞。 虽然不了解, 但他知道, 此中水太深。 他隐约间觉得, 有一个局笼罩漫长而无穷的岁月, 可能涉及到不同的进化史。 各个最辉煌灿烂时期的节点, 那些不同的进化路, 都分叉向何方了? 怎么不见了? 一旦涉及, 出现端倪的话, 那当真是古今巨阵, 大恐怖临世间。 嗯, 楚风愕然, 有些傻眼, 他没有刻字, 不曾留下刻痕, 可是为什么, 无敌是多么寂寞这句话烙印在这里? 在他所立身之地, 轻轻回荡, 画成特殊符号。 他有些明白了, 古往今来, 可以来轮回终极地的生物, 都才情绝艳, 都是了不得的存在, 有不少都是沉默者, 不会留痕, 比他还要低调, 是这轮回洞主动烙印下的。 楚风想了想, 并不觉得如何, 大步向前走去, 离开这片开阔地, 他要去转世轮回了, 这条路该走向终点了。 只是, 他也略有忐忑, 他不是魂光状态, 跟别人都不一样, 肉身过来了, 真要去转世的话, 将会发生什么? 嗖的一声, 他没入这片开阔地的尽头。 开阔地的尽头, 更加昏暗, 宛若要进入一片没有光的漆黑之地, 这就是轮回吗? 楚风还不是进化者时, 就听到过很多民间传说, 死后将是枯寂的黑暗, 就此无知无觉。 没有感触, 没有知觉, 永恒的冰冷与黑暗, 那便是死亡。 他现在要去轮回, 踏进这种地方了吗? 越是向前走, 越是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这是要死去了吗? 自身已经陷入绝对无边的黑暗中, 感知等都在削弱。 要先死在这里, 然后才能去轮回转世吗? 楚风提升自己的灵觉, 睁开火眼金睛, 双目化成两个金色的符号, 终于破开那无尽的黑暗, 看到了附近的景物。 他心头气动, 若是没有火眼金睛, 强大如神王, 都渐渐双眼模糊, 看不到周围的景象, 这有点可怖。 前方的路越发的黑暗, 而且这是一条小径, 道路越来越窄, 像是要到尽头, 遇到断路了。 楚风促眉, 情况有些不对, 应该还有造化才对。 小道士虽然没有跟他提及这里的详情, 但也说明了有大造化。 不可说, 不能说轮回尽头有大秘, 有诅咒, 谁敢多语, 将来会应言, 会遭报应的。 这是小道士当初的话, 只是对他提醒, 告诉了一些能说的事。 想到自己这个儿子, 楚风又是一探, 这孩子已经上路几个月了, 料想早已到达目的地, 比他先成功。 只是不知道这一世小道士能否如愿, 获得最想要的体质, 成就无敌深。 路的尽头, 墨地出现转折, 小径拐角很大, 周围都是石壁, 只有一条一人宽的细窄路径, 进入莫名之地, 浓雾弥漫。 这鼓洞, 这条路被刻在实体中, 附近石壁粗糙, 楚风曾尝试想要打破, 却根本不能太坚硬了。 他早先还觉得, 这片地带, 这终极之地不是物质的, 而是精神的, 是能量的, 不然的话, 再怎么承载魂光去转生。 可是用手去触摸, 一片冰冷, 应该就是物质, 是石壁。 嗡的一声, 此地一颤, 他走过这条狭窄的小径, 来到了一座古殿中, 让他感觉相当的诡异与神秘。 这可是轮回的终极地, 不是自然而生, 鬼斧天城吗? 怎么现在看到, 一座人为开辟出来的古老石质电宇? 他心中凝重, 无比严肃, 这所谓的尽头, 轮回的真相地, 越发地超出他的想象与理解, 看起来极其古怪。 电宇很寂静, 非常黑暗, 宛若踏足在死地, 就此跟这一世说再见。 楚风双目微痛, 这里的黑暗, 居然让他的火眼都有些吃不消, 金经内的符文略微暗淡, 这是被黑暗侵蚀所致。 电宇中隐隐绰绰, 竟然有, 生物。 楚风吓了一跳, 这座灰红而古老的石头电宇内, 站着很多道身影, 都寂静无声, 穿着陈旧的甲咒, 或者是古老的丝绸等。 嗯, 塑像不是真实的血肉生物, 这让楚风长出一口气, 主要是这里太昏暗, 如果突然见到一群生物在轮回尽头, 还真不适应。 这些生物多为人形, 事实上不意外, 有许多物种进化到最后都选择人形。 栩栩如生, 但是为什么都这么老态, 有点瘆人啊? 楚风临近这些素像观看, 觉得有点发毛, 这些素像一个个都皮包骨头, 眼窝深陷, 头上的发丝稀稀疏疏疏。 他在仔细凝视, 要看个透彻, 这些生物身上尘土, 这轮终极之地不都是灵魂去转世吗? 怎么也有尘埃? 楚风一阵狐疑, 一个个地观看这些素像。 他通过火眼金睛仔细盯着, 它们不是血肉之躯, 都如同化石, 甚至要风化了, 恐怕轻轻一动, 便要散掉。 将它们摆在这里做什么? 楚风有些怀疑, 他觉得一座古殿中陈列这些素像没什么意义。 难道说, 这些人昔日于整片轮回来说有大功绩, 所以被供奉在此? 忽然, 他发现一些异常, 这些人背后有淡淡的印记, 像是背负着长刀留下的, 在甲皱上, 在血衣上有痕迹。 楚风心头一动, 越发地谨慎, 仔细地盯着, 凑到进前后, 他眉头皱了起来, 他看到地上有些细碎的粉末, 刀鞘腐烂物质, 此外还有长刀化成的金属线。 这让他相当地吃惊, 这些素像曾经背着长刀, 结果在岁月中都腐烂掉了, 落在地上, 这是何其久远的事。 仔细想一想, 这座古殿恐怖古老的下人, 连素像背着的长刀都腐烂掉了。 用心观察, 每个素像都如此, 都曾背刀。 楚风认真感应, 心头凛然, 因为他觉察到了一股淡淡而熟悉的气息, 地上的粉末, 以及这些素像背后的痕迹, 都有轮回刀的味道。 楚风亥然, 这些雕像都曾背着轮回刀。 他对这种制式兵器并不陌生, 还曾在轮回路上摘走一把, 刘维己用太熟悉了, 深知他的坚韧与可怕。 可是, 连这种兵器都在岁月中化成粉末,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到底存在多么漫长的岁月了。 楚风一阵心计, 也有一些怀疑, 在这漆黑的电雨中, 他再一次仔细盯着这些素像, 认真看着近前的身影。 突然, 一道身影猛地回头,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对楚风露出猙獰的笑容, 在黑暗中太渗人了。 这一变故太惊人, 也太突兀了, 原本寂静的古殿中, 一个素像张开嘴, 他复活了, 实在过于惊悚。 整片古殿中温度骤降, 冰寒刺骨, 袭上楚风的后背, 让他寒毛倒树, 头皮发麻。 这道身影枯瘦, 皮包骨头, 石头一样的皮肤, 眼窝深陷, 张嘴时, 居然有獠牙, 而且血淋淋。 楚风差点大叫出来, 诅咒着, 一个踉枪倒退出去, 头皮发麻, 浑身冰寒, 这也太恐怖与诡异了。 早先, 他用火眼金睛看过都没问题, 怎么现在诈尸了? 不愧是轮回动, 有些东西竟看不透。 哼! 楚风倒退时, 撞在另一尊素像上, 结果后背如同被刀割, 寒气刺骨。 他豁得转身, 发现这个素像也复活了, 身陷的双目在低血, 并张开嘴, 咯吱咯吱作响, 想啃咬他。 楚风避开, 闪目观看, 他浑身都冰寒, 从头凉到脚。 这座电宇中, 所有素像都张嘴, 都回首, 都在盯着他, 深陷的眼窝, 那实质的眼皮开裂, 在低血, 牙齿白生生, 嘴角带着诡异的笑。 在这黑暗中, 楚风寒毛倒树, 身体冷气嗖嗖, 所有素像都活了, 连他们背负的轮回刀都烂掉了, 这些生物存在多么久远的岁月了。 实在有点吓人, 让楚风不寒而栗, 并且, 他们站在这里作甚。 呛, 他当即拔出一口神剑, 这是神将级的兵器, 用以防御, 另一只手则持着石盒, 严肃而又正中无比。 最近前的一个生物要动, 做事要扑击它, 张开嘴后, 面部干扁, 宛若骷髅, 但牙齿还算白, 蹊跷流泻, 要对楚风下手。 吃, 楚风毫不客气, 管你是不是轮回的终极之地,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一剑从他嘴巴那里刺了进去。 踏叉, 踏叉, 清脆的声响很刺耳, 打破古殿的宁静, 神将级的长剑寸寸断掉, 被如同骷髅般的生物, 张嘴一劫一劫地咬断。 楚风脊椎骨寒气嗖嗖的, 这实在有点让他发毛。 这一刻, 殿宇内所有塑像都做事预扑, 要向着楚风这里杀来, 让他机体绷紧, 极度紧张。 然后, 咔嚓声不绝于耳。 这些塑像真的要铺击时, 竟然全都散架了, 头颅落地, 胳膊坠落, 散在地上一大堆。 楚风目瞪口呆, 都准备生死大战了, 结果发生这种事。 他释然, 如果这些生物还能动, 还能出手, 在他进入到这里时, 就该迅速下死守了。 他们能量耗尽, 连秩序规则都打不出来了, 身体许多关节部位也都已经腐朽, 所以才会散架。 地上, 有些骷髅头在滚动, 有些残骸在颤抖, 都还想对楚风下手呢,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你们究竟在这里待了多久的岁月? 他很想知道。 然而, 没有人回应他, 这些生物或许根本就不算是真正的生物, 都实化了, 早该尘归尘土归土了。 它们能够保存下来是封印所致, 但自身也早已支撑不住。 这些生物站在这里守护着神吗? 在执行某种命令吗? 要知道, 这可是轮回的终极之地, 轮回尽头的执法者。 楚风叹息做出这种猜测, 在轮回路上就有类似的生物, 但肯定没这里的强大, 维持着秩序, 它还曾夺走一把刀。 显然, 轮回终极之地被布置下的生物更为久远, 也更为恐怖, 但很可惜, 它们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自身都已经朽灭了。 自古至今, 谁在投胎时会带着上一世的肉身, 也只有楚风这么做了。 在灵魂通过的鼓动中, 留下这些生物, 就是为了捕捉有肉身的人吗? 结果, 这些生物自身都成尸骸了, 让这里成为一座尸殿。 楚风快速离开, 没有耽搁下去, 它可不想在这最后的尽头出现什么意外, 早点转世进入阳间比较好, 此地不可久留。 但是, 它也在皱眉, 即将去投胎了, 它的这具肉身怎么办? 总不能带着肉身去转世吧? 这么大的一个活人, 持着石盒, 带着金刚镯, 背着神剑, 提着神将及大己去投胎, 这实在太离谱。 楚风纠结, 怎么去轮回? 别人获取福祉, 焚烧在泥台前, 如果能成功走到这里, 自然是欢天喜地, 带着前世素贿转世,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可是现在楚风却在发愁, 舍不得金氏肉身, 他觉得这才是他自己, 换个肉胎的话, 总觉得别扭。 爱, 他叹气, 这片终极之地, 原本相当地清冷, 现在打破宁记。 脱离那座古老的诗殿后, 他一头进入一片昏暗的地带, 这是一座巨大的鼓洞, 但不算空旷, 岩石横沉。 洞中, 有的巨石如同胸虎扶着, 胸煞气滔天, 有的岩石裂缝密集, 仔细看, 宛若黄雨延展, 分明像是一头不死鸟烙印在上, 散发射人威势。 咦, 有点不对, 这些是什么石料, 怎么有感觉不一般? 楚风诧异, 很快, 他在那凶虎石上看到一缕煞气, 简直要撕裂人的心神。 虎煞, 太古凶虎主杀法, 这东西非同小可, 煞气太凌厉了, 如果练到人体剑气中, 比如肺部的更筋剑气内, 岂不是可以杀到日月无光, 一旦进入战场, 更是能横扫千军万马。 楚风看出非同寻常的东西, 他心头一跳, 这该不会就是轮回尽头的造化地吧。 他一眼看出, 那裂缝密集, 如同不死鸟斩翅的军裂岩石, 也有古怪, 内部火光引线, 要焚烧三十三重天。 不死火光吗? 楚风脸上露出异色。 不过, 不论是凶虎石, 还是黄鸟石锁都有破损, 被人汲取过其中的精华, 锁流物质虽然还有, 但远算不上顶上。 这时, 一道很细小, 但却十分神异的紫气, 从远处飘过, 竟激荡出大道音, 阵笼发聩, 让人觉悟, 如同醍醐灌顶, 要悟到一般。 楚风大吃一惊, 忍不住惊呼出声,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鸿蒙紫物? 他记得, 这东西连石狐天尊都曾提到过, 说对炼体, 修魂光等有非常大的好处。 而在阳间, 就是天尊都不见得, 能为最钟爱的弟子捕捉到这种物质, 太难得了, 价值连城, 可遇不可求。 毫无疑问, 禁地里面有, 但是天尊杀进去, 自身也会死, 更惶论是得到其中的一缕子物。 错, 楚风果断出手, 要禁锢那缕子物。 然而, 他轰的一声, 爆发如海啸般的声音, 大道碎片风舞, 他直接散开, 就这么在他眼前消失。 楚风扑空, 险些撞在一块扶牛石上, 结果那里发出一声牛吼, 谋得一声, 如同黄中大铝般震动将它掀翻。 楚风诧异, 这洞中还真是到处都有神意, 各种稀释物质皆有, 对修行大有弊益, 甚至可以改变血脉, 脱胎换骨, 常人进来多半要疯狂。 这幅牛石中, 有一缕原石蟒牛本元气, 平白能造就出该族始祖般的生物。 当然, 这应该是石虎口中那超脱神兽之上的一荒兽。 毫无疑问, 这里的秦宇兽都是一荒鸡。 黄牛, 大黑牛都曾路过这里, 不知道是否得到机缘, 但很快它又摇头, 再次投胎, 还不知道会成为什么物种呢? 两头牛多半不会选。 我会变成什么? 还是人足吗? 楚风发呆, 一时间竟忘记寻找造化。 他有点惊悚, 到时候如果投胎在飞禽走兽身上怎么办? 变成一株植物又如何? 一刹那, 他发毛了。 他越发觉得, 还是自己的肉身好, 真不想去冒险, 不愿将自己的未来 寄托在未知中。 昏暗的鼓洞中, 一抹亮丽的光浮现, 在远处炸开, 化成光雨, 宛若飞仙, 朦胧中像是有一个仙子起舞, 超然物外。 飞仙光, 一抹流光, 鲜艳而炫目, 在那里绽放, 规则秩序缭绕在期盼, 呈现如漫天星雨摇曳的绚烂感。 神圣, 庄严, 超脱人世外, 这是他给人最直观的感受, 也有一股威严, 相对来说, 却被忽略了。 楚风震动, 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想要将它夺到手中, 这东西, 笔之那缕, 子物只强不弱, 同样是进化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然而, 等它冲过去, 时光雨散开, 消失在那片岩石附近, 没入轮回洞笔间, 已经不见。 又一次失守, 楚风叹气, 这里的造化跟它无缘吗? 他听小道士泄露过, 好东西不算少, 但是真跟自身有缘的物质不多, 能带走的就更少了。 甚至, 小道士猜测, 每人只能选择一种, 带走不了第二种, 小道士曾尝试过。 潺潺流水声, 自不远处忽然出现, 称之为一条小溪或许过了, 因为它不足一尺长, 但是却宛若瑰丽西剑, 在石缝中蔓延, 发出全息的叮咚声。 别告诉我, 这是太阴本源长河。 楚风吃惊, 他曾听石狐天尊讲过, 世间一些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 开天辟地时代的太阴本源河流, 哪怕是一缕, 真要融入江海中, 也会使之化成太阴海。 这么一尺多长的小溪, 若是开天辟地时代的本源, 这已经算是壮阔了, 无论是炼成兵器, 还是去培育丹炉药草, 抑或与己身融合等, 都是恐怖极的。 说, 当楚风悄然前行过去, 准备收走这太阴本源小溪时, 他如同一头泥丘, 没入石缝中, 消失不见了。 楚风抓狂, 守着轮回洞, 什么都得不到吗? 难道说, 这里的机缘与造化, 没有一样跟他有缘。 楚风琢磨, 他掌握七宝妙术的秘籍, 懂得如何炼成, 若是在这里凑齐七种天地奇真, 那将不可想象。 嗯, 找一找看, 或许真能有发现。 炽热传来, 一条小龙筷子那么长, 金黄刺目, 神圣无匹, 在一块岩石上懒洋洋地晒着自身的躯体。 太阳龙合, 他心头俱跳, 没有轻举妄动, 他再次竹篮子打水, 而是仔细观察。 这是开天辟地时期的太阳本源河流的一段, 化成龙形, 别说这么多, 就是一缕与一滴放到外界去, 也要让个叫颤抖, 争着去抢。 无论是什么, 涉及到开天辟地时期, 那肯定价值飙升, 它蕴含着初始时代的道则与秩序碎片。 这一次, 楚风准备充足, 不懂声色, 直到最后关头把握住机会, 施展闪电一击, 俯冲过去下手了。 呼的一声, 他的右手燃烧起来了, 这太阳龙河被他触及, 抓下来一点, 能有两滴的样子, 让身为神王的他, 手掌都快成焦炭了。 楚风怪叫, 急忙催动呼吸法, 在这里用法则禁锢, 将手收回, 禁锢这两滴金色的原石宝叶。 总算是有所收获, 楚风等待这两滴金色液体平静下来, 这才小心谨慎地接近, 尝试收在身边, 慢慢炼化。 这样不行, 他觉得要果断出手, 看到什么都截取一些, 不然的话, 路径这轮回洞, 只得两滴原石宝也太吃亏了。 哦, 牛吼震天, 那块扶牛石被楚风敲裂, 震出一缕缕黑光, 他拼命吸收, 想要炼入躯体内的所有细胞内。 结果, 这原石蟒牛本源光得到了, 结果那两滴金色的太阳龙和夜滴瞬间炸开, 就此散去, 顿走了。 该死, 楚风遗憾, 又惊又怒, 他心中生出不妙的感觉, 在这个地方, 该不会真的只能得到一种造化吧, 超过就要被没收, 那些物质灰溢散开去。 他来到那块凶虎石畔, 敲裂开来, 踩到一缕虎煞, 他可主掌杀法, 结果刚收集起来, 早先的原石蟒牛本源黑光就飞走了, 留不住。 还真是如此。 楚风傻眼, 对于一个进入宝山, 看到这么多造化的人来说, 当真是白找挠心, 太难受了。 怎么办? 只带走一种造化的话, 他太不甘心了。 楚风发愁, 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 得到的造化, 最终是要融入魂光中的, 然后跟着宿主一起去转世投胎。 这样的出生的孩童, 无论是血肉还是魂光等, 自然都了不得。 嗯, 我用石盒来承载试试看, 都给封在里面, 别想跑, 转生后慢慢炼化。 楚风琢磨, 不知道是否可行。 他果断将凶虎煞气给封入石盒中, 然后又去敲纳满是裂痕的石块, 寻觅不死鸟的火光。 一缕悠悠火焰, 名为不死火光, 从石缝中冒了出来, 吃得一声, 被楚风收紧石盒内。 咦, 成功了! 楚风振奋, 无比激动, 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知道, 这意味着能采集较多的造化, 都可以打包带走, 影响太大了。 下一刻, 他开始出击, 在这座鼓洞中收集。 当然, 无论是虎煞, 还是不死火光等, 都被人采集过, 剩下的只是残留的部分, 但对楚风来说也足够了, 毕竟他准备将各种物质都穴摸一些。 最顶级的造化呢, 非贤光, 鸿蒙紫雾, 届石, 混元果, 都去哪里了? 难道出现过一次, 就不出现了? 楚风惊怡, 心都在滴血, 早先看到的几样西式造化, 后来都不出现了。 咦, 那里有一株暗淡的草, 三十三片叶子, 每片叶子都有奇异的纹理, 天啊, 这难道是? 楚风第一次这么试探, 这很像石狐天尊介绍阳间古代出现过的阵式物质之一, 疑似那三十三重天草。 楚风想也不想, 迅速出手, 他可不想错过, 愿意用这里的各种造化将石盒的内部空间装满。 不, 医生轻响, 到头来, 楚风错失踩三十三重天草, 一片叶子也没有抓到, 但却扯断他一小段根须, 临到手中。 三十三重天草没入石壁内, 不见踪影了。 他脸色震清震白, 然后又释然地笑了, 这根须或许更有用, 毕竟是他诞生了三十三片叶子。 他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我一量取胜, 什么都采集, 就不信比不过那些得到震骨硕金造化的生灵。 楚风发痕, 既然此地的造化不主动选择他, 一个个都在逃, 他也豁出去了, 准备掘地三尺, 强行洗劫, 每一种都掠夺。 我非将石壑内部一米剑方的空间装满不可。 叮叮咚咚, 楚风手持冰冷而又雪亮的神级大戟, 在这座灰红的轮回鼓洞中敲打岩石等四处穴摸。 他真想挖地三尺, 将这里给翻过来, 带走所有机缘。 但是, 很可惜, 此地的岩壁太结实, 神剑崩断两口了, 都奈何不了粗糙的石壁, 也只能敲打地上的岩石等。 虽然还没有再找到戒石, 三十三重天草等那些古今罕见的大造化, 但是其他机缘, 他倒是遇上一些都果断收入石盒中, 一种都不放过。 鸿蒙子物呢, 给我出来, 混原果呢, 赶紧再现。 楚风一路莫及, 真是有点不甘心。 传闻中, 进化史上有的大能刚一出生时, 便同体清香, 带着伴着大道碎片, 号称仙鹰、 天鹰等。 毫无疑问, 依据前贤的推测, 这种生物是从轮回洞中投胎出来的, 得到了大机缘, 融合稀释能量果实等, 跟着一起转世, 成就必然不可限量。 楚风觉得, 既然自己踏足此地, 要去往生了, 也应该争取得到最高级造化才好。 其实, 他很满意那株三十三重天草, 若是口中闲着它去投胎, 心生而得其滋养, 天知道会成长为怎样的怪物。 当当当, 当楚风在敲打一块不起眼的黑色岩石时, 一股气冲出来, 带着莫大的威压, 让整座鼓动都震动起来, 嗡嗡作响。 这只是一团气, 但却仿佛沉重无边, 压得此地都在摇动。 玄黄气, 楚风怪叫, 这东西太出名了, 阴间即便有玄黄也是杂志, 这种本源玄黄, 哪怕是在阳间都很难寻到。 石狐天尊特别叮嘱过他, 遇上这种东西的话, 哪怕是遇上天尊的亲儿子, 大能的私生女, 也别客气, 也不要怕死, 要勇敢地上去抢, 只要打不死, 就一定要夺过来。 因为, 在石狐留给楚风, 关于走上最强路的守闸中, 特意提到过, 这种玄黄气, 这东西能炼体, 与血肉融合后, 可让自身坚固不坏, 举手投足, 都有跋山, 智龙之力, 可压制神兽等。 这简直是炼踢者的罪爱。 同时, 他也能融入精神中, 让自身魂光愈发的凝炼, 一旦扫出时, 宛若坚固而可怕的剑态。 按照石狐所说, 杨坚古代中有两三位名人, 得到过玄黄本元气, 跟自身凝结为一体, 那简直是万法不侵, 从而震骨朔金。 这种人简单地一记拳头砸过去, 就可以打得对方手中瑰宝兵器炸开, 让顶级道童守护山门的超级大型场域崩开, 简直是无解, 挡不住。 这东西, 不若于鸿蒙紫雾, 六道轮回血, 三十三重天草等, 算是震动古今的一种大造化。 楚风屏住魂光, 自身全面融入此地, 跟附近的环境和谐而自然, 而后他突然发难, 竭尽所能地收取玄黄本元, 迅疾如同一道闪电, 覆盖向前方。 结果, 这玄黄气震碎黑色石体, 轰隆一声, 如同一头史前时代的黄兽震出海啸般的波动, 惊天动地。 他一头扎进石壁中, 踪迹渺然。 特么的。 楚风用力锤打石壁, 又放走一桩大造化, 这实在让人受不了, 他的心都在滴血, 精神不振。 咦? 也不对, 在他的手中虎口裂开, 烟红流淌, 血淋淋, 但是却也凝聚着一缕玄黄本元, 缭绕在附近, 被他得到小部分。 瘦。 楚风将之收进石壑中, 总算是有所收获, 他不求全部得到, 每样都能收取到一点也未尝不可。 他心中砰砰乱跳, 不知道这么一点玄黄本元气垢不够用, 石壶的那本手闸中曾说过, 最好能收集到这种物质, 想要成就天纵之身, 或许不可缺少。 不过, 即便少了些也不打紧, 应该够他前期用了。 石壶曾交代过他, 阳间某一掘地中疑似有这种物质, 等他足够强食可去探寻, 取走机缘。 当年, 石壶的师父对他有看法, 十分不满, 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怀疑他在某一禁地中有发现, 得吸玄黄气, 天骨等物质的线索而不主动上报。 楚风舔了舔嘴唇, 觉得有点可惜, 若是在这里攫取到整团玄黄气, 就不用将来去打声打死的争夺了。 他静心, 在这宏大的鼓洞中继续寻觅。 很快, 他发现有一块石头很特别, 共有六个孔洞, 斑斓血液在六个孔中流淌, 生生不息, 从一孔到另一孔。 楚风觉得, 心跳都要停止了, 几乎要窒息, 壮大晕了吗? 振动古今的造化, 怎么一桩接着一桩的出现? 这很像是六道轮回血。 楚风竭尽所能, 魂光与肉身都在动, 施展神迹, 禁骨虚空, 恨不得立刻得到那斑斓血液。 这种血对进化者有莫大的好处, 有人说这是天地的血液, 也有人说这是轮回之血, 任何生物一旦吸收的话, 都可以促进剧烈进化, 提纯血脉, 增加天资等。 石狐的手闸中, 那可是重点提及此物, 万古以来都罕见, 以阳间之大也没出现过几次。 至于在阴间, 那根本就不用想, 从未出现过, 也没听说过。 楚风本身, 具备人亡血液, 的确算是一种非凡的血统, 最起码在阴间如此。 他不知道, 进入阳间后会如何, 还能否排得上名, 也不知道这种血脉, 在他自己的身体中, 算是稀薄还是浓郁。 但是, 若得到六道轮回血滋养, 可让自身拥有的最强血液提纯, 变得浓郁, 也能触发, 使血脉变异, 或许蜕变得更强。 整块石头都被楚风禁锢, 六个孔发光, 斑斓血液流转, 楚风脸色凝重, 他没有放松, 因为他感觉到, 轮回动阻止他获取大造化, 不怎么待见他, 或许跟他带着肉身过来有关, 不认可这种行径, 也不认为他能够成功投胎。 吃! 果然, 临到最后关头, 斑斓的血液神圣无比, 冲了起来, 楚风所动用的秩序, 根本禁锢不了他。 宛若一道数十万里长的大河决堤, 滔滔不绝, 震耳欲聋, 冲了出去, 消失在粗糙的石壁中。 楚风近乎是在拼命, 最终也只是抓到一滩血, 环绕在石河周围, 嗖的一声被收了进去。 你二爷的, 楚风磨牙, 算了, 知足者常乐吧。 他这样安慰自己, 不久后, 楚风总算是寻到一种完整的造化, 一块拇指大小的芥石, 这种东西, 无论融入魂光中, 以后练成精神兵器, 还是直接练成手中的武器, 都是究极材料。 可他还是叹气, 早先分明看到过更大的, 足有人头那么一块, 但是, 他跑了。 你们这些朽木, 你们这些玩石, 真是有眼不识至强者, 不跟我走, 将来有你们哭的时候。 楚风不犯, 在这里学摸很久, 楚风确信得不到什么了, 准备去上路。 临别前, 楚风真的在绝地, 看到少数几块地带是土质的地方, 他直接一路啊。 所谓的一米建方的石核内部空间, 远远未满, 因为他收集的造化与机缘等, 都是一缕, 一团的物质, 全都架在一块, 也不怎么占地方。 故此, 他开始装这里的土, 说不定将来埋下三颗种子, 能有意外收获。 若是有人看到, 一定会十分无言, 这主太疯狂了, 在轮回的终极之地, 在这座鼓洞中挖土, 实在够, 癫狂。 哎呦, 我去老爷的。 在挖土时, 楚风吓了一大跳, 居然从地下挖出一只手来, 黑不溜秋, 干瘪而冷硬, 抽不冷子, 出现太神人了。 什么情况, 这是肉身啊, 有人当初跟我一样, 带着肉身跑这里来转世, 看样子有点惨, 失败了。 他估摸着, 有点发毛, 一会儿投石问路, 先将你扔下去。 他咕弄着, 盯着那只黑乎乎的手。 楚风已经看到, 就在不远处那里有一片朦胧之地, 一旦只身跳进去, 那便是投胎。 那里有恐怖的大道碎片, 在阐释着真相, 不用文字注解, 也无需他人告知, 那里的法则就皆是一切。 轮回洞中有人吗? 轮回主, 打包, 吃不了兜着走, 所有造化都给我包起来, 我准备上路了。 楚风愤愤地拍鼓动的石壁, 发泄心中极许不满, 大步向着那片朦胧的漩涡走去。 漩涡转动, 像是披着一层又一层星沙, 朦胧而神秘, 下面无比的深邃。 爱, 终究是要轮回去了。 楚风站在这里, 患得患失, 这就怎么纵身一跃的话, 就跟此生说再见, 结束阴间的一世身。 可是, 投胎后也充满不确定性, 许多事都会伴着意外。 我真不想舍弃肉身啊, 就这么跳下去, 会发生什么事。 楚风纠结, 真要这么跳下去, 他这么大个, 怎么出声啊? 而且, 这漩涡让人心悸, 他总觉得很可怕, 楚风担心, 这么纵身一跃, 会不会将自己给磨灭霉了? 在铿锵声中, 他穿上各种神级甲咒, 手持大脊, 全副武装, 这样能够对抗轮回之力吗? 是否可以顺利转生? 楚风施展玄弓, 身体劈啪爆响, 在不断缩小。 但他还是觉得有点不靠谱, 哪怕自己化作拳头那么大, 身穿甲咒, 手持黄金战戟出世, 也过于妖孽。 遇上一般家庭也就罢了, 针头生在超凡世家中, 会不会被当成妖怪夺赦, 从而被打死? 楚风试了试, 将大戟探进漩涡中, 枪的一声, 神级黄金大戟直接就消失一截, 那血量的戟刃化为飞灰。 他不禁提着大戟倒退, 这地方还真危险。 楚风想了想, 将那只黑色干枯而又冰冷的手拿了过来, 所谓的投石问路, 还真的需要坚固的东西。 这是从轮回的终极之地挖出来的, 不知道什么来历, 拿它试水正合适。 不过, 他也有点担心, 万一这么扔出去, 阳间有人真伸出一只手来怎么办, 这不是造孽吗? 我只是感受一下轮回之力, 还是别乱来了。 楚风拎着这只冰冷而干瘪的手, 没敢松开, 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而导致某一家庭出现悲剧, 只是想试水。 当黑色的手稍微触及朦胧的漩涡后, 那里如同星沙般的柔和光滑, 顿时转动起来, 发出刺耳可怕的声音, 因为这只黑色的手再被研磨, 伸进去的部分再缩短, 化成积粉。 楚风心头震撼, 赶紧给收了回来, 看着这只黑乎乎的手, 他断了一截, 那部分被毁掉了。 早先他已经做过实验, 强如神王的他, 也根本不可能在这只黑色手掌上留下半点痕迹, 可想而知多么坚韧。 楚风猜测, 这最起码也是天尊的手, 甚至是大能等残留, 结果面对投胎的漩涡, 他却显得如此脆弱不堪。 这是专门围追堵截肉身的漩涡吗? 灵魂要是投入进去, 会不会被绞碎? 楚风不敢尝试, 万一分出部分神石, 造就出一个分身去投胎, 那麻烦就大了。 有难度啊, 他愈发觉得肉身投胎不太靠谱, 会被在这里拦阻, 谁敢偷渡的话, 会被直接干掉。 我将肉身留在这里。 楚风思寸到一个问题, 那轮回洞外的泥胎, 是不是也跟此有关? 泥胎除了可能是守护者外, 也可能是一个滞留者, 将肉身丢在此地, 灵魂去转世了。 楚风胡思乱想, 若是这样的话, 他也可以考虑将自己的肉身摆在泥胎那里, 常年累月接受福祉香火祭祀, 魂光去转世, 而等哪天想起来了, 再来此地寻上一世肉身。 他神色严肃, 而后露出古怪之色, 越是细想, 越是觉得有可能, 这还真是一条路。 楚风将肉身与魂光分开, 一阵迟疑, 送走肉身的话, 灵魂去转世, 那就真的没有任何退路可言了。 嗯, 要是能投胎在大羽级的进化者家中就好了, 从此做一个二代, 让身边的老仆去吊打太武天尊等。 楚风在那里自语, 当然这种事情也就只能想想, 根本不现实。 大羽级进化者不是疯了, 就是怪物, 无人知道他们进化成了什么, 充满不确定性, 怎么还有心情去孕育子嗣? 别说这个级数就是大能, 天尊等也都很难出现子嗣, 实力越强, 诞生后代越难, 越发不可能。 哎, 我要是这样去投胎, 不小心转生成一只凶兽怎么办, 得花费多少年才能修成人身。 楚风患得患失, 开始胡思乱想, 他还真怕自己投胎成鼠类, 玄规, 长冲等各种不招人待见的物种。 马德, 万一成为雷公嘴的猴子, 我找谁说理去? 他越琢磨越觉得不是滋味, 真要跟欧阳峰似的, 自己都不知道会蜕变成什么, 那还真是有点恐怖啊。 要是成为一只兽类, 有三年的胎中迷,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都说持着扶植转世, 一般会投个好胎, 不会发生那些惨祸, 可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并且, 他想到了另外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一时间脸色难看。 我要是一不小心, 投胎成一个女婴怎么办? 楚风寒毛倒数, 想到那一结果, 满身都是鸡皮疙瘩。 他不禁低头看了一眼, 双腿间凉嗖嗖, 真是不可承受啊。 嗖的一声, 楚风的魂光回归肉身, 打死他也不想灵魂去转世了, 万一变成少女, 哪怕风姿绝世也吃不消, 还不如打死他。 你二爷的, 什么天尊世家, 大于子嗣, 小爷不在乎, 不去想了, 我要是投胎转世, 自己做主。 他彻底做出决定, 不想拿那不确定的未来去赌, 我就是要试一试, 肉身去轮回去投胎转世。 枪枪枪, 他抖手间, 将身上的神剑, 大吉, 甲咒等都给扔在地上。 我从这里取走了一些造化, 现在给后来者留下一些神兵利器, 赠予有缘人。 他说这些化石一点也不脸红, 试想, 能走到这里的魂光, 谁还在乎他留下的几件破烂兵器, 人家需要的是此地的三十三重天草, 玄黄等各种造化。 其实, 楚风是怕带着这些兵器, 在投胎过程中不小心扎伤他自己。 同时, 他也怕自己阳间的娘不好生产, 穿着甲罩, 拎着长矛大剑出声不像话。 楚风一叹, 道, 就冒一次险吧, 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性别转换, 避免成为鼠二代, 避免成为玄武真孙, 我靠自己直接闯过去。 只是, 估计会有点对不住未来的父母, 刚出生时, 可能会下全家族一大跳。 嗯, 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 我还是希望投个小门小户吧, 千万别是大雨级的世家, 不然, 我身上的秘密一点也藏不住。 尤其是, 他准备动用石盒, 这东西想不引起究极强者注意都不行。 再见了, 小阴间。 终有一天, 他还会回来看一看。 吃得一声, 楚风动用石盒将自己给收了进去, 准备吉他庇护, 要硬闯进星沙般的漩涡中, 真正去转生。 生出一个石盒内, 总比生出个满身甲咒的怪物好吧。 当然, 他承认, 敢穿着神级甲咒将士, 肯定失败惨死。 也只有石盒才有成功的可能, 可以从朦胧的漩涡中穿行过去。 进入石盒后, 里面流光一彩, 神圣无匹, 绚烂到极致, 都是各种造化物质。 身边这么多古今含有的天地, 究极瑰宝, 让楚风心中底气足了不少。 石盒盖子封住的刹那, 他猛然催动, 冲进了那朦胧而神秘的漩涡中, 就此去转世投胎。 结果如何, 他不知道, 脚步已经迈出, 没有了回头路。